花盆,莲叶,你有没有注意过,这俩植物是出奇的像哦 莲叶,种植冷却是5秒,阳光消耗是25,生命值是300 主要的功能,咱们都知道,就是让那些不能种在水面的植物 直接就能种上去了,花盆,种植冷却也是5秒 阳光消耗也是25,生命值还是300 主要的功能,不用我多说,就是屋顶放置植物用的 因为有生命值,所以这俩家伙也都能阻挡僵尸一会儿 它们都有大招的,莲叶大招就是生成4片新莲叶 花盆也是4个新花盆 装扮大招也有,同样都是在3×3区域内出现8个花盆 这两植物都受到地形限制,一个只能在沙滩的海上 一个只能在屋顶 我强烈怀疑,花盆就是莲叶的另一种提升啊 当花盆遇上机甲感染,那么就变成涌动机了 一直在原地推着,完全不会移动 如果花盆上面有植物,那么植物会被季甲感染秒掉 季甲感染在水中遇上粘液会如何 粘液上有植物又会如何 粘液上没植物的话,不会理会粘液 有植物会推进水里 章鱼不会对花盆出手,只会对上面的植物出手 这一点粘液也是这样 岩浆翻石榴会融掉粘液 本来想试试花盆的,结果发现在屋顶,禁用岩浆翻石榴 那么同样能融掉粘液的暗影夹人大招 是否会伤害花盆呢? 现实就是并不会 探险家僵尸会无情烧掉粘液上的植物 但是会慢慢啃食粘液 那么各位同学还知道,这俩家伙相似的地方吗?